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大概已经可以把资料分类变成什么 例如说 这里 我分三类就好了 我分三类 就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闻公告 属于零以下的 我叫做A 然后0到365天 这算是B 365天以上的我称为C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然后我到时候我要分析 A是哪几个单位发出来的公告 C是哪几个单位发出来的公告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又要分别把每一列的资料去判断 如果它是大于 例如说 小于等于零 好 我就视为是A 如果这个值 大于等于 大于365好了 我就视为C 其他都是B 可以吗 好 那这个行事 会不会写 首页 新增资料行 因为每一个都要算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 新闻公告 新闻公告其分类 好 所以我是不是要用if 用if 好 type件 假如呢 假如我的 这边要有一个判断式 这个判断式 然后接下后面接的是什么 true的状态 然后这边接的是false的状态 好 所以这跟exel的用法 是不是都一样 你放心 等一下就开始要变了 因为这边都算是简单 你们可以接受 接下来那个calculate 就很重要了 好 智慧函数 应该有印象嘛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if 一辅什么呢 一辅 假如说我们今天是用data里面的新闻公告期 好 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嘛 所以三个的话 我们要分两个if 来写 好 我们先写 假如这个新闻公告期 小于 哦 我把这个改掉 这个新闻公告期 好 假如说它小于 等于 0 这个时候 我要 呈现那个 A 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 这是代表说 小数值的 就是负数的 这一类的问题 那 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再写一个if 假如说 我的一样 这个新闻公告期 大于等于 365 逗号 我是不是要呈现 C 或者是 呈现 B 要用两个 右刮符哦 用两个右刮符哦 用两个右刮符哦 看得出来哦 这边这个右刮符对应到它 如果你是前面这个右刮符 这个右刮符 是不是对应到它 好 这样子的话就两边 两边就 呃 刮符对称 好 直接按一下 Enter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看最右边 是不是有分B 有的是B 大部分都是B 好 小部分是A 可以吗 大于365天的 就是那个很长的新闻公告 很长的新闻公告 例如说 10年的新闻公告期 或者是50年的新闻公告期 我觉得它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它应该放在那个特殊的新闻公告 那个地方才对 可以大概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A 了解 这是不正常的 可是 过长的新闻公告 是不是应该放在别的地方 我们全部等一下都要去看 可以吗 好 那我们 那我们就 请你们先算到这个地方 可是 可是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 ABC 因为已经分好三类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数量 呈现出来 因为 因为在透过这两张报表 是不是可以联动 我点一下A 这边就会直接帮我筛选掉 只剩下A的 哪些单位 然后做出来的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呢 我现在 我就 依照刚刚的资料分类 我是不是有了一个 新闻公告分类 所以我在这边我画原型图好了 原型图 然后接下来我勾选新闻公告分类 这个意思就是说 A占一点点 C占这个 然后这边有看到吗 大部分都是B 可以这样知道我现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可是重点我们是要去看 A是哪些 C是哪些 可以 那 没关系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因为原型图多多少少也要讲嘛 好 所以请你们先做到这边 因为等一下我们来讲原型图如何调整 因为你要看到那个百分比 你要报告的时候 应该是要报告出来那个百分比才对 好 那就 重点是请你们做 这一个啦 请问你以资料 衣服应该会写吗 所以我想这边你应该也会写 试试看